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国民党的候选人 还说你只要听三到五分钟的政令宣导 就可以领到360块钱的钢碗一个 这个是感恩会变成了变相买票吗 现在县府还依正言辞地说 我也没有办法控制候选人站在哪一边 这样说感到 那么还有蒋万安利用他超强的激励 在董事长开奖上面 默写了BNT的保密协议除外条款 还说如果必要的话 其实是可以解密的 但大家纳闷了 陈时中也纳闷了 好 这个解密谁知道呢 天之地之 陈时中之蒋万安之 那如果蒋万安之到的话 那干嘛不自己说出来 一定要陈时中讲呢 好 直接行使了立委权力不就好了吗 干嘛长得一副 好像有什么样内幕一样呢 另外还有台北的陈伯会 是不是真的有所内幕呢 我们来看一下现在一张 黄珊珊的首遇曝光了 正式动用了第二遇备金 那黄珊珊说呢 这里面是有开会讨论的 但是引发质疑 黄珊珊难道要的活动就可以马上办 难道一个首遇就可以变出预算吗 不用计划预算就直接编吗 第二遇备金 如果是这样用的话 那以后不就天下大乱了 还有台北市的正副发言人呢 水灾在度假 难道这一切都是所谓的 柯文哲的SOP吗 那会不会上行下效呢 还有中共二十大呢 看起来是要放弃经济了 这个清零呢 共富硬到底 昨天呢可以看到中港股真的是狂泻 今天盘中呢 好不容易稍微拉起来 但只有拉一点点而已 好 中国的富豪呢 现在财富短短一天之内 增发了2900亿元 难道中共呢 现在是提前来过万圣节吗 怎么样 不给钱就捣蛋 富豪的共同富裕 现在变成一起下地狱了 跟着党走 没有发到大财 现在私人企业呢 开始来大清洗 你的money就是党的money 中共的官方现在还假说 不是啦 我们不是劫富济贫啊 但是你看看 大马小马 现在的造化如何呢 那么很勇敢的新坦克人呢 现在还是有的 好在四通朝的抗议部条 再见了 只是变成不要要 不要要的缩写 哎呀 这个什么缩写呢 其实大家也心知肚明啦 一个不小心呢 写得太明白 就会直接被架走 就像是胡锦涛一样 好 胡锦涛被架走了 让中国人也翻墙热搜 而且还是台湾的33倍 我觉得33倍应该算少了 应该还更多 那习近平呢 最近被大家说 真的是普丁化了吗 将近6.8万的俄罗斯军人阵亡 那乌克兰呢 现在收复了超过90个村落 战线逼近了赫尔搜 就连俄罗斯前线的士兵 都装备短缺 怒呛普丁 今天节目上面呢 我们就一起来做讨论 首先来欢迎节目的来宾 资深媒体员终点晃晃哥 举心好 大家好 民进党立法委员郭国文 主持人大家好 资深媒体员王时琪 大家好 政治评论员李正浩 大家好 前民进党国际部副主任陈云荣 主持人好 大家午安 好 我们就来看一下 这个是林明珍呢 现在的南投县长即将要卸任了 那办了感恩的谢谢的说明会 那当然呢你可以办 不过现场呢 奇怪怎么蓝营的县市首长候选人都来了呢 好 现在呢 是不是有涉及会选的情况呢 因为你看到许淑华还有这个市长候选人张嘉哲呢 就在旁边呢 高喊说拜托鸡西街 好 当然新人感恩会上面呢 还送360块钱的泡面碗 这不是超过30块钱了吗 是不是有疑似会选的情况呢 我们带你回来看 好 谢谢啊 好 谢谢啊 张嘉哲司长 南投县长候选人许淑华与乡亲热络寒暄 一旁穿蓝背心 秀有南投县政府字样的官员 忙着从纸箱掏出一个个精美的泡面碗 先准备好吗 但在此之前 会场台前拉开的红色布条 大家长林明珍出席 许淑华张嘉哲 接身着竞选背心 麦克风轮流拿 跟相亲致辞 南投县议员后选人曾从凯认为喊动算 送泡面碗辞举一次会选 到南投地院按零控告 用公堂 然后采购价格超过300块的 价值的礼物 他只得等国民党的候选人在造势 说明会完了以后 我们会发送这个宣导片 但是候选人要怎么去 我们都不晓得 因为我们这个场合 是一个公开的场合 引发正义的还有这张广告宣传单 印有林明珍 许淑华 张嘉哲三人照片 清楚写着 县长现任感恩说明会 许淑华 张嘉哲邀请您 现场还备有变餐 本署以法受理 秉持茶会绝对无底线 无上线 二指不法的犯行 南投县府解释 各科室的处长负责 发放的是广告宣传品 和候选人无关 但发送宣传品的当下 候选人就站在旁边 有无不当地检署将展开调查 而许淑华及张嘉哲阵营 并未对此作出回应 三立讯无故 南投报道 好 一个360块钱的泡面碗 刚刚我们这场来宾就说 看起来好像蛮好用的 也本来想买一个 但大家也纳闷了 这一场不是林明珍 要卸任的感恩说明会吗 怎么好像变成造势大会一样呢 我们要先请照正号 因为总共130场 场场来场场感觉起来都有讲 360块钱的钢碗 他们说听了政令宣导 三到五分钟会后会送宣传品 但重点来 旁边是有谁站在现场呢 许淑华在现场 张嘉哲在现场 清一色都是你们国民党的候选人 现在宪府就说 我没有办法控制候选人站在哪里 但是你有办法控制候选人 不要喊说哎哟齐齐瓦解啦 动算动算 这个就不对了 我先讲 我觉得林明珍就是现任的南投县 现场国民党籍的 敢在他的辖下做这样的事情 完全是地方的调查站 地方的警察 还有地方的检察官 如无误 所有的眼睛都瞎了 等到有了暗铃申告 裁判 因为这件事百分之百的会选 我跟你讲真的是大家都选举过 百分之百会选 我跟你讲这有多夸张 第一件事情他不是办一场两场 他办一百三十场 这大厂耶 一百三十场每一场来个五十个人 一百三十场就六七千人 我们来算一下多少钱 这个好像几十万之百万 你要搞清楚 一场就算我们看这种小场的五十个人 一百三十场就是六千五百人 六千五百人是非常大的动员量 整个南投他各项这可能都跑好几次 而且一路从七月十一半到十一月八号 简单讲连办三个月 到现在我们才知道 可是他已经乱了很久 而且他是大规模地毯式的 把人动员出来 那好 大规模地毯式的把人动员出来 不是会选 也没有违反选办法 可是会后 你拿三百六十块的碗去送别人 这个碗真的还不错 看的是有一点心动给大家看 这个碗的画面 妙叉加 名牌妙叉加 妙叉加的碗 这个碗三百六十块 人人有奖 你只要来 我就一路给你 然后给的过程中 许淑华跟张家者 张家者现在选南投市市场的 候选人都国民党籍 站在发送旁边就这个 这边喊谢谢了 再拜托了 然后在发送碗之前 还高喊动算 国民党全力打 百分之百选举场 所以像这种 我们一般来说包含检察官 包含我们候选人都会问几件事 第一件事情 你来的人 是不是有特定人才可以来 这个特定人包含 动员的人是不是特定人 跟在旁边 喊谢谢再拜托的 是不是特定人 什么意思呢 如果你今天动员的 只有南投市的 南投县的人才能来 然后 在旁边的 如果旁边站一排 有国民党 有民进党 或民众 或什么 大家都站在旁边 说谢谢再拜托的 完全没事 因为本来我们看 比如新北市台北市 都会办很多活动 办很多活动 当然有抽奖 有摸彩什么的 原则上都是开放的 你只要开放的时候 每一个政党都可以来的话 他就不是为特定候选人造势 这就可以规避法律的问题 可问题是 你只能许淑华来 你只能南投市长 南投市长候选人张家哲来 然后 你还要喊国民党全力打 你要喊许淑华动算 喊张家哲动算 你这个是百分之百 是设计是汇选嘛 再来是溢价问题 一票三十块是铁律中的铁律 什么叫铁律中的铁律 我们选区有候选人很有钱 口罩一叠 只能送五个 为什么不送六个 因为一个五块 六个就三十块 所以大家前 那个三十块线 是踩得很齿的 你三十块 你送五十块六十块 我们大家摸摸笔就算 你送三百六十块 尿差家的不锈钢丸 会不会太好 所以这我不禁想到 以前内湖南海有一个议员 在选举的过程中 送类似高压锅还是什么的 然后呢 当天送完高压锅之后呢 那天收垃圾的时候 每一个垃圾里面都一大点 那个高压锅 高压锅的这个外包装 因为送几万个出去 我的意思是 难不得南投选丰 回到二三十年前的台北市吗 这真的很夸张啊 好所以大家说呢 这个一场 如果以正好刚刚这样计算 五六千人的话大概是两百万啊 那如果一百三十场的话 大家可以算一下多少钱 奇怪这个钱从哪里来 好我们要请教国务委员 因为你看现场啊 林明珍在说明会 公开推荐徐书华等人 每一场都骂蔡培会 心中只有选举 难道没有人民了吗 而且现场呢 只邀请国民党的候选人 我觉得这场比较夸张啊 如果你蓝绿都要找就算了 你就偏偏只找蓝的 好只找蓝的也就算了 你还在大喊说徐书华动算 好徐书华还在旁边 递送你的宣导品 还说哎呀再拜托了 这个不是很明显的证据就在这里吗 这个钱从哪边来 这一定是从县府的预算而来 他假借的就是县府的一个活动 行的是造势的事实 那其实你去看这个360块钱 就从法务部 他对于这个妨害选举的 刑事案件的举例当中的第二项影头 就讲了非常清楚 如果提供具有经济价值的日常用品 不论是电锅 收音机等等都类似 这个泡面碗基本上就是 具有经济价值的日用品 所以这个基本上已经符合 那个法务部正面表列的 这一个妨害选举的刑事案件的 一个表列事项 所以蓝头地检署择乎旁贷 一定要强制侦办 而且侦办的速度要非常之快 首波一定要进行约谈 所有这些去的人都要问 到底有没有泛逸连结 到底有没有对价关系 所以说这个东西130场 如果从几个月前开始办的话 其实他现在都已经有人了 到处都可以先约谈 所以基本上检方一定要开始先行侦办 那二来来讲的话 你看现场这种气氛 他不是擅长之后 人站在旁边 他是开场人就坐在前面 是从头到尾 非常明显 不论是竞选语言也好 不论是刻意的安排 座位的安排也好 很清楚就是要达到 这个浮选的事实 但是选举千变万化 选举的过程当中 最关键的变数之一 就是汇选的查办 选方如果强制性的行动 可以提早侦办的话 我觉得南投这一场选举 就充满变数 更何况 蔡培会上一次遇到 那个马文君的时候 差别输差不多没一万票 这青青青青青 差不多5%各位算 所以说这一场选举 如果说因为这个汇选事件 可能也会造成 南投未来的这个选举 可能会有翻盘的可能 但是关键是在于 检方要不要办 检方怎么办 速度快或慢 这是关键 好 所以呢 大家也说 前友张善政 这个抽奖脚踏车 已经在模糊地带了 没有想到这一回 这个许淑华跟林明珍 是不是让大家说 更加的明目张胆呢 直接透过感恩的说明会 来送你一碗 好 我们要请教于庸 因为他里面就想了 政令宣导3到5分钟 你听完就有啦 这个政令宣导3到5分钟 其实也不是很长的时间 感觉起来我来这边 我导游一下 我又有 我可以拿 好 现在蔡培会就说 你边发送宣导品 边帮特定人士助选 这不是会选 什么才叫会选呢 县府发送宣导品 办活动让特定候选人 才能到现场去发送这些 送的这些宣传品 然后甚至在现场喊动算 那县府的回应是说 他没有办法控制候选人在哪 这个回应大家相信吗 而且这已经不是第一次 我让大家看一下 这是之前南投县政府 送的这个防疫宣导包 这个防疫包 里面就有玻璃控油壶 这个是不锈钢的玻璃控油壶 我在网路上查了一下 市价超过300元 也是超过30元以上 更可怕的是什么 最恐怖的是什么 里面这个防疫包 竟然有谁的口罩在里面 大家请导播放大一下 有许淑华的口罩在里面 许淑华的口罩 放在县府的防疫宣导包 送给县民 送给这些确诊的县民朋友 这包比我去年主持国庆的时候 还要澎湃 这个不是县府这位特定候选人 来做造势 来做发送这些宣传品 什么才是发送宣传品 那为什么里面没有蔡培会 为什么里面没有其他政党 提名的候选人 只有许淑华一个人 甚至还有他们国民党提名的 现议员的候选人的宣传品 也在里面 然后甚至这个控油扶贫超过30元 再来请大家看一下这个袋子 这不是不支部的袋子 这是有点类似那种塑胶袋 然后是有拉链的 那我想这个市价 大家一看也知道 绝对超过30元 因为它不是用环扣 这个是拉链 类似YKK那种拉链的袋子 整包加起来市价 大概就800到900元不等 这个有没有会选的嫌疑 大家非常的清楚 所以检调是不是需要介入 深入去调查 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 选举进入白热化 他们从刚提名 许淑华开始 国民党就已经在用这样的手法 在进行选举 那我们相信 选战选到这边 大家都非常的清楚 国民党在县市长的提名之后 笃定提名之后 我站在台中市参选 市议员 我也遇到这样的状况 从前一阵子 中秋晚会到老人年金的发放 我们就发现 市政府跟公所各级单位 限制非同党的候选人入场 那我们就试问 为什么这些其他 跟你所属同样政党的候选人 可以到市政府办的活动里面 那民进党提名的议员候选人不行 那我们也想要问 当天的这个许淑华跟林明珍 你卸任感恩参会 你感谢你的县府同仁 你感谢过去这些县民朋友 在这八年来 对林明珍的支持 还有跟南投县政府 一起打下的攻击 为什么许淑华要在现场 他是不是你的指定接班人 那如果是的话 你就大方承认说 对我林明珍就是 用县府的资源 在帮许淑华造势 因为现在蔡培会民调 拉得很近 所以我们南投县政府 现在全力动员来支持许淑华 如果你敢承认 那大家无话可说 检调直接调查 那你又要四两拨千斤 认为说许淑华 这个跟你没有关系 那许淑华也不是我邀请的 那我想请问 为什么在五月六月的时候 县府的防御关怀包 里面就有许淑华 个人的口罩在里面 所以我想国民党 已经是长期这种惯性 没有请客吃饭 没有送好一点的宣传品 市价三十元 这个是共事 我选举走到这里 我只有一个口罩走天下 就是送口罩走天下 现在大家送这些宣传品 大家都在比花俏 口罩水跟面纸 这是候选人最经常使用的文宣品 那有些候选人会送的 那个市价 大家认定都已经超过三十元 那为什么到2022现在的选举 还有候选人 甚至在台中市这样的都会选区 还会看到这么样出奇不易的宣传品的时候 我想检调一定要介入调查 那民进党的南投现任员都已经提出这样的市政 那我们也都已经提出这样的市政 这已经不是第一例 所以拜托检调 深入调查 好 过去我们都说南投很像南投国 但接下来是不是因为南投可能不一定是南投国了呢 不然干嘛这一次 好 林明珍啊 这个许淑华要这么样的紧张 送账360块钱 就算可能已经会选了 他也没要没劲呢 好 现在蔡北惠也召开了记者会 揭露了南投黑金17年 隔空来打许淑华 说选前时刻居然连李朝卿的贪污共犯 也回任县服了耶 好 怎么一回事呢 带你画来看 民进党南投县长候选人蔡北惠 在同党立委陪同下召开记者会要揭露南投黑金 有一位非常重要的基要秘书 叫做张志宜 他曾经跟李朝青一起同流合污 而且已经被判刑确定 但是就在今年的十月份 他又悄悄地回到了南投县政府 我们要质疑的是 这是一个国民党现在候选人许淑华 他的抄钱部署吗 我要讲的抄是首字旁抄字的抄 钱是金钱的钱 立委林楚英指出李朝青的贪污共犯 回任县府 另外绿营也质疑了永兴戚图场 许淑华一直为对外说明彼此关系 即使现在的罪行可能看到你弟弟参与其中 可能看到你的闺蜜林义如参与其中 可能看到你父亲的小弟蔡木火被判刑 你总要针对这个永兴戚图长 是不是因为废戚图应该清运 或者是要求环保局吧 完全没有作为 绿营指出南投黑金17年 这次选举前 林明珍还让前县长李朝青贪污共犯 回到县府工作担任公务处的主管 是不是许淑华在筹钱部署 如果要按照这个逻辑 我们能不能说蔡英文 其实就是等同于陈水扁 所以我觉得用这种迁突的方式 其实是对很多县民来讲 还是不能够理解的 这个蔡北惠现在 背后当爱丁卢 因为看得出来 他已经是无计可施 针对被绿营指控 林明珍用公筒服选 被点名的国民党南投市长候选人 张家哲 25号在律师陪同下按您控告 黑跟造谣 我们在这里也要提出 这个意图指人不党选的告发 那你不要再用这种行为 来模糊焦点 张家哲认为感恩说明会 是县长自己出的钱 只有泡面碗是县府选导品 蓝绿都可以出席 不过绿营要他别模糊焦点 同战对抗南投选 请白热化 三天新闻 吴昆宇秋月亮 盘龙艾森小组 台北南投报导 好我们先请教静平哥 这个清一色 林明珍带的全部都是这个蓝营 国民党的候选人 怎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所以我刚刚会先确认 要确认说 那场卸任的感恩 他的一个说明会 有没有国民党以外的候选人 有没有民进党候选人 然后有没有比如说 民进党议员候选人 武党级议员候选人 时代力量民众党等等 是不是只有国民党 如果像你们说的 或是看到新闻画面 只有国民党的现场候选人 只有国民党的议员候选人的话 那就要特别小心 就会有争议存在 因为讲白了 其实各个县市政府 哪一个党执政 一定有他的行政资源 但是在这方面操作 就要很注意 我为什么说行政资源 因为像我们在桃园 其实也是会有行政资源 然后但是他会有 蓝绿的候选人都会到现场 都要揪嘛对吧 对然后不会喊动算 因为这是最基本 那蓝绿的候选人都到现场 蓝绿白 应该说蓝绿白无 所有的候选人都会到现场 各种政党无党级的都会到现场 然后都会介绍一遍 然后不会让各个政党的候选人讲话 然后都介绍 然后主要的主持人负责讲话之外 然后走的时候的确会有公家单位 像我们是也有发洗碗精 洗衣精还有米 都是很多 已经一看都超过30块50块 还有面包餐盒 那种都一两百块两三百块 但是这是行政部门的 他的一个资源 他的礼品 他是号召民众来参加 然后民众走的时候 还会为了拿那个吵架 那各个政党候选人 就去发各个政党候选人 和五党籍 各个政党五党籍候选人 就发自己的文学名 比如说发米粉 发面条 官庙面 什么什么样样撒撒 都不超过30块 所以我是说 这个操作就要特别小心 假如南投县 今天林明珍县长 跟他的这个 我们同党的这个候选人 在那边是以林明珍 卸任感恩说明会 因为他不是参会 感恩说明会 发这个东西 然后只有喊动算的话 那这个方面的确在 如果被人家检举的话 这个会有这个会选 大家在讲说 那个定义不清的这个问题 但是民哥之前 已经有张善政 这个抽奖脚踏车 那虽然他说跟他没有关系 但是这一次零明珍这样的 要说明目张胆吗 是不是有点肆无忌惮的感觉 我不知道南投县 是不是因为地处在台湾中部之巅 所以跟大家在讲的时候 好像大家被四周群山环绕 所以看不太清 看不到还是怎么样 但跟那个张善政完全不同 张善政那个我很清楚 那个是那个议员办的 他用那个协会 然后而且那红包绝对不是张善政 张善政不会笨到这样 而且我也讲过 在节目里面我也曾经讲过 我们也曾经我跟张善政同台 出席过一些活动 然后我们大家说议员立委候选人 大家集资再把那个红包拿出来 然后让那个李去公开给这个张善政 去抽给大家 张善政只是过路抽奖而已 你要办真的办不到张善政 但是办得到 办得到那个主办人 主办单位 就是上次那个议员 可能会有危险 同样的这一次 可能要办那个许淑华 南投县长候选人 办不到他 可能会办到 我说如果检方真的要办他 可能会办到林明珍 因为 办得到办得到 我等一下解释给你听 我真不知道为什么会办不到许淑华 因为 许淑华在旁边喊谢谢郭嘉宜 他自服是候选人 因为那个礼品 礼品不是许淑华准备的 一看就知道那是南投县政府 然后他一定是受邀到现场 而且以那个南投县长 卸任的这个说明会为名 然后去办 真的有问题会传说明 也会一定是传县长办公室 县政府的相关人员 或者是这个南投县长林明珍 不太可能会这个火烧到这个许淑华 但是在这个节骨眼 的确会有一些 途流对手在攻击的时候 他会有空间操作 所以我才说 在这个时候选举 今年的法务部跟调查局 又特别注意 其实在之前一个礼拜前 我就有看到调查局 传给我们各个候选人 注意这个 会选的注意事件 后来法务部有在报纸上做一个说明 如同刚刚我听到这个我们 鱼龙有提到的 不管是有没有超过30块 其实我要纠正大家 不是说你物品25块27块 买购的价钱 购入的价钱或怎么样 就OK 而是万一你是这个 不定期的 常常在送同一个人 比如说我送鱼龙 我现在20块25块 我一直送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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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送你一个礼拜 我送你100份 有可能化整为零 这也是可能会构成会权的理论 我们要请教17姐 是不是现在许淑华这边开始紧张了 因为说现在两个人民调只有差5% 所以才要来办这一场 来 证明给你看 这一张是什么 这一张是邀请函 邀请函上面具名还有照片 是谁具名邀请的 是许淑华跟张家哲 他在这边摆明了说 许淑华张家哲邀请函 也就是说他们两个人是 主动邀请这些民众 来到现场 并且拿礼物回家 然后在现场的时候还动算 然后还国民党全雷达 你这样子跟我说 应该不会办到他 没有会办到他 因为就是他具名邀请的 我觉得更大的一个问题是 就是南投啦 就南投怎么可以这么的大喇喇的 好像是法律于无误 就是所有的候选人都知道说 起码你要有一个界限在 但是在南投感觉很像土霸王 完全没有在管这些事情的 我就老大呀 我高兴爱怎么做就怎么做啊 所以我现在是候选人 我要帮这个候选人 我就送礼物啊 而且还一层文宣品 主动发给民众 要民众到现场 来一起这边高喊动算 我觉得这个太夸张 而且你知道在南投 现在好像觉得 哇 这个到底是 怎样子的霸王在执政啊 不只是这种 摆明了你就是会选 因为你360块的这种礼物啊 而且还有黑黑的遗云 也就是说 哦 这个车牌号码也要报给你知道 然后呢 去检举会选的这个 曾崇凯 曾崇凯 他是议员参选人 他跑去跟警察申请的防弹衣 为什么 因为他说 他就被警告 说你讲话要小心点 所以你看看 现在在南投是这种的选风 这台湾真的要走回到以前那种 有钱 就票 票在哪里 用钱买就有的那种年代吗 用黑道 用金钱来把持选举 这样子的年代吗 南投可以这样搞哦 哦 我觉得已经做到这个 这个 这个 完全就是一个土霸主 土皇帝的这种 这种 这种层次了 我真心觉得 好不容易我们走到了2022年 可不可以不要再回头去 用钱买票 或者是用这种黑势力 来恐吓的选举 这件事情 我觉得不只是南投的问题 是全台湾都应该对于 这样子的选风 大家踏伐才对 好 所以是不是民调太麻花卷了 我们来看一下 董事长开讲上面 讲完说 我知道BNT疫苗保密协议的内幕 还当场默写出来 他说因为我超强记忆力 让大家画一个大温号 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好 讲完呢 日前向了董事长开讲 干嘛呢 展现了惊人的记忆力 怎么样的记忆力呢 居然把疫苗保密协议 给写出来了 你都已经写出来了 还叫保密协议吗 好 我们就来看一下 讲完在台上 当场默写了 他说这个BNT跟卫福部 互相有保密协议 里面有提到说 如果当法院 政府机关监管单位 有需求的话 就必须要解密合约 可以排除在保密条约之外 所以他就说 陈时中 你的谎言被戳破了 但是真的有戳破吗 好 讲完是说 他展现了惊人激励 所以写出了这一段 但要请教黄哥 如果说疫苗 调约的规定 是不能拍照操录的 好 你现在公布的这一段 算什么呢 而且如果你说 陈时中知道 那讲完也知道 那为什么一定要 陈时中说 讲完自己不说呢 对 所以其实这件事情 两个层次 第一个 疫苗的采购的合约 能不能够 全部或部分的公布 这是第一个层次的问题 第二个问题是 讲完可不可以 就他在调阅 看过的东西 把它背下来 然后公开与众 因为 这是他那天 在董事长开讲 他写的 这是公开的 好 我先讲 讲完这个部分了 这个部分其实已经违反了 立法院的秘密会议 相关的规定 为什么 立法院为什么会有秘密会议 比如说像国防外交委员会 常常会有秘密会议 甚至省预算会有秘密预算 那既然是秘密 为什么要让立法委员看 就是因为 民主国家希望国会 可以得到适度的监督 但是这个适度的监督 有一些内容 并不适于向全民公开 所以有秘密预算 或秘密会议 疫苗调院委员会 这个当时有一个作业办法 其实就是比照 国防跟外交预算的 秘密会议跟秘密预算 也就是说你可以进去看 但是呢 你进去看的时候 很抱歉 你的手机必须放在外面保管 然后里面 你也不能拿个录音机 一边念一边录下来 当然你也在里面也不能抄 因为旁边会有人 在旁边看 好 那这个规定其实很清楚 我相信这个郭委员 应该也都看过了 就很 这些资料 你是不能对外公开的 如果依照立法院内规 蒋万安这个行为 已经足以构成送纪律委员会 已经足以构成送纪律委员会 对他已经泄密 他已经是构成泄密了 好 再来第二件事情 就是说 蒋万安一直讲说 为什么不公开 因为你看嘛 举经理刚才有念 他自己都知道 不能拍照 不能抄击 对 这是第一个 所以你虽然没有在里面拍照 没有抄路 但你回来之后默写 其实基本上也算是 某种程度的抄路 再来 他讲到说 如果法院政府机关监管单位有需求 就必须解密合约 但可排除在保密条约之外 所以陈时中的谎言正式被戳破 蒋万你还说你自夸你记性很好 我记得在第一天我们在讨论这个议题的时候 陈时中跟卫福部都讲过 的确有这些解密条件 好 那蒋万你是立法委员 对 你记性很好 那你为什么不要寻这个解密条件去让他解密 就解密嘛 对不对 而且这个事情已经经过一年多了 你可以让他解密 你为什么不让他解密呢 你为什么要用这种游走在法律边缘的事情 对 来做呢 这显然就是为了选举操作嘛 你就是因为 是不是因为你选情告急了 所以现在用这种游走法律边缘方法来操作 再来我们再来看 他说陈时中把他涂黑 然后呢 是 好像是陈时中自己大株大株把他涂黑 讲话 你记性很好 那我再提醒你一次 当时立法院的未还委员会 决定要调阅这个疫苗合约的时候 当时卫福部在会中有讲说 因为有一部分合约有规定要保密 所以有一部分我们必须涂黑 好 在场 蒋万安当天是会议主席 他也同意 请注意 他同意 而且那一天 魏黄委员会没有表决 没有表决什么意思 就大家都觉得OK 共视觉 那你当时不反对 为什么现在要出来讲说 是陈时中把他涂黑 是你同意的 这件事情是你同意的 你还说你记性很好 我不晓得你是选择性的记性很好 还是选择性的记性不好 就这么难记的东西你可以背起来 但是很多过去讲过的话 做过的是你却选择性的遗忘 所以你不得不让人怀疑说 你这完全就是为了选举操作 刻意去遗忘某些细节 好那现在蒋万安 你既然都已经把它背出来了 陈时中也讲 他今天特别讲说 这些价格有三分之一有公布 蒋万安你如果觉得可以的话 或是说你觉得这个价钱买得合不合理 你可以出来告诉他 因为你有看到 那陈时中为什么不讲 因为谁讲谁泄密 陈时中说我为什么要泄密 你要泄密你蒋万安去泄 就差不多就是这个意思 谁讲谁泄密 那你不能说 我我不犯法 然后叫你去犯法 然后都赚择人士 所以我觉得蒋万安你这个操作 非常非常的糟糕 而且完全没有一个法律人 该有的法律素养跟逻辑 我真的觉得很奇怪 你在美国那个律师 到底是怎么考到 美国律师应该不是太好考的事情 为什么你既然是一个 美国的职业律师 可是你的法律素养跟逻辑 竟然如此糟糕 好我们要请教正号 因为现在蒋万安讲的一部 就是BNT 好像买了多少钱 那么陈时中暗砍 没有让大家知道 但真的吗 因为大家知道 那个时候我们就已经讨论了很久 这个东西就是有个保密协定 你只要一讲出来 厂商就会告你 那奇怪 你要陈时中讲 那你自己怎么不讲呢 好现在陈时中就说什么呢 蒋万安也看过价格 一直说陈时中打疫苗 那他也问蒋万安 会不会把价格对外讲 蒋万安说他不愿意对外讲 但他也知道 蒋万安也知道 那蒋万安就要求陈时中讲 那蒋万安自己可以不用讲吗 这一段还在绕口令 这个是绕口令的感觉吗 好 总归一句呢 陈时中就说 你想解密就透过程序吗 那你现在不透过你的立委程序 你跑到董事长开奖上面去 说我墨写啊 说我的记忆力很好 就把这一段写出来了 这代表什么呢 所以这件事情民进党政府要怎么接招吗 我觉得这件事情才是真正的核心问题 我觉得第一件事情 蒋万安现在是没在管嘛 他就像是被告 或是说被送纪律委员会 对他来说都不重要嘛 他现在唯一的任务就是要选上台北市市长 所以我觉得晃哥说的对嘛 选举会让人变坏 他都不管这件事情 那这蒋万安他出了招 可是因为很现实的 现在被进入到选举 议题上变成一个大议题 大家都在讨论嘛 所以要怎么解这是核心议题 这是第一件事 第二件事我坦白讲 这个东西是蒋万安默写出来的 对不对 那蒋万安的记忆力会不会记错 或是蒋万安有没有故意写错 对 就是现在是死无对证的嘛 因为蒋万默写出来的重点就是三个嘛 他说如果政府监管单位跟法院 有需要的话可以公开他的 这个这个这个里面的契约内容嘛 对不对 那到底这三个主要的单位 有没有写在这个合约里面 其实没有人知道 所以我一直觉得一件事情 就说因为现在是蒋万安死无对证 那蒋万讲完死无对证后 就变成是球是放在明记长这边 或是放在陈崇这边好了 这都是很难回答的 我觉得在这个时间点 反而应该如同昨天苏小会委员一样 去重启钓业小组 你重启钓业小组之后 就让人家看看 第一个先确定事实 你才能做价值判断 先确定到底 有没有这样的例外条款 有 那再确定到底价钱多少钱 每一季有没有贵多少钱 最后才做价值判断 我先讲我的价值判断 坦白讲 吴子佳董事长在我旁边 最后讲10到15次说价差1亿美金 他每次讲我都笑而不语 就是说他用每一季贵多少钱 然后呢 乘以这个买了300万剂 说至少差1亿美金的价差 我每次他谈这一题 我一定不接话 原因是因为 我认为不要讲疫苗 一般的就算是咖啡 来的时间跟数量 你订货的时间跟数量 不一样的情况之下 就会有不同的价差 你懂为什么 就是同样是疫苗 我订100万剂 跟郭台铭他们是三方订1500万剂 的数量的集聚都不一样 集聚不一样的时候 价钱一定会不一样 还有当时政府是希望什么时候到货 是三四月到货 还是郭台铭跟慈济跟鸿海 是六七月到货 那个数量级也不一样 所以在这样前提之下 如果都不一样 我觉得价钱根本没有办法类比 根本没有办法类比 所以我觉得事情进到这个阶段 如果继续把价钱什么全部遮住 对于成中选情绝对是扣分 可是如果摊开来 好好跟他谈 当时合约内容 不好意思我们就是300万剂 另外一边是1500万剂 你想也知道价钱是不一样的 然后我们是希望三四月到货 因为我们那是一起刚开始的时候 我们赶紧去跟BNT去做协定 那郭台铭总算 我记得是六月还是七月的时候 开始介入这件事情 时间点也不一样 那有价差我坦白讲 我觉得是天经地义的事情 所以这件事情大家可以谈 可是我觉得公允的谈 不要让所有的事情的还原 都在蒋湾身上 如果定调权变蒋湾 还有无子家的话 那其实对成中很吃亏 这是我的看法 好所以包括这个立委就说了 蒋湾就是逻辑不通嘛 如果民进党真的要隐瞒真相的话 那为什么还要重启调阅小组呢 结果民进党现在要重启的是国民党又说不要哦 所以整个案子又撤了回去 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好那现在讲完呢 居然在这个开讲上面呢 直接揭露了默写了保密条款 是不是形同泄密呢 那我们要请教静平哥 那立委立委就说 好啦那就重启调阅小组嘛 真相大白嘛 那没有想到现在国民党又说不要 整个案子又退回去了 那国民党到底要干嘛呢 国民党其实没有说不要 他是针对这个临时提案做一个反击 因为鸿燊案提的这个委员 要追究这个蒋湾安的责任嘛 保密条款以外的这个除外责任 那国民党后来也提了反制 就是说第一个就是表示不反对这个重启调查 但是一规定上个会期调阅小组 因为已经戒期不连续结束 我们其实都跑酷立法院都知道 的确的地方院都有这样的一个规定和做法 所以这个会期应该重新成立调阅小组 但是按照这样的一个规定的话 我相信民进党绝对不会去同意 什么叫重新成立调阅小组 那就是回到去年那个时候 国民党团本来就想要说成立调阅小组 那时候就被这个民进党用优势的这个能力 否决挡下来了 所以第二项提案呢 去年审查防疫纾困 第三次追加的这个2600亿元 国民党要求说院会你通过的主决议 在高端交货之后公布相关的会议记录 所以像这样一个年代的 他希望能够适宜的规定 民进党也不会同意 所以最后这个招伟刚好就是那个 也是医疗界出身的张玉美 露露妈 他就才是说两边 后来两边就重新策案 交回朝野协商 蓝的也策案 绿的也策案 所以我要特别讲说 国民党不是说党下不要 国民党不可能不要 他一定说重启调查 因为重启调查结果就像 其实刚刚来民大家都有讨论到 你重启调查结果到底是怎样 是像蒋万安说的呢 还是像卫福部这个现在薛乐园他们所讲的 还是说这样的一个状况 其实大家也很想知道真相 真相摊开来或者是剩下选举 差不多30天上下 你这样子一直吵下去 真的对陈时中的选情有帮助吗 其实这大概是蓝营打的盘算 所以如果你要纠结在这个议题上面 只会让陈时中过去曾经担任过 这个卫福部部长跟这个 指挥中纪的指挥官 他会深陷在这个议题当中 你要开始准备很多资料 当然会反击 陈时中和这个卫福部 民进党委较有地一定会反击 但是站在国民党的这个立场 攻击就是最好的防御 他看陈时中讲什么话 薛乐园讲什么 卫福部怎么说 然后提出什么样 那现在因为是追打这个蒋万安 其实你就会变成 让蒋万安多了很多的 不管是政也好 富也好的他的一个声量 跟掌握他的话语权 所以如果是这样的一个纠结下去的话 我觉得还有30天 这恐怕会成为其中一个 这个在台北市长撒卡都里面的 其中一个主议题 我不敢说是主权力 至少会成为双方攻防 至少可以吵好几天 所以我觉得说 当大家要办蒋万安 要焦点放在蒋万安身上 你看蒋万安逐林就变成他眼蓝 他个人在这个委员会的咨询台上的一个个人秀 他说我不怕 怎样怎样 那看在民进党里面 或是支持者也会很插巴 就很刺眼 那你要这样的一个状况的话 那你选战了这个 最后的你要再提其他的政策 我怕就会变成有点失焦 好所以要请教国文委员 那感觉起来 听起来是不是蒋万安 好像是要拿回话语权 是不是国民党这边在帮忙拖延时间 因为民进党如果真的要隐瞒的话 那干嘛还要要求重启调约小组呢 那现在如果民进党都这样讲了 那为什么莱宁这边又要反对 其实一开始的这个调约小组 就是莱宁所主张要调约 其实一开始也经过双方 许多多的折冲之后 才成立这个调约小组 就如刚刚大家讨论的过程当中 蒋万安很清楚 这个调约小组的决议过程跟决议内容 他自己本身在去年11月15号的时候 也进行去调约 所以他去年11月15号 到现在将近一年的时间 他真的能够默契这么久吗 老实讲我是怀疑的 我是怀疑的 他某个程度我在猜 他某个程度或许是用其他的方式 把他拍摄下来 到最近的时候再重新去阅读 然后强记 然后在昨天的这一个吴子佳的节目当中 再把他公布出来 我在怀疑说一个人不太可能 因为一般的立法委员 这么忙的情况底下 你能够默契那么久 我老实讲非常怀疑 二来又不是你本身你天生的语言 本身的母语 再拉回来说 蒋万安他某个程度 他当然在这一场台北市的选举当中 出乎令人意外 他居然把这个疫苗议题 定调为整个台北市当中 目前一个选战过程当中 讨论度是最高的 这我怀疑 他在几年前就已经开始在铺陈了 铺陈成立这个调查小组的时候 他也同意你 好你该遮蔽的时候让你遮蔽 为什么让你遮蔽呢 你一遮蔽的话就好像是有猫腻 有遮蔽的话就代表不透明 不透明就会让他领想到好像有黑箱 告不得人事情 可是大家都很清楚 当初疫苗在缺货的时候 是卖方市场 我们不但要抢货 我们同时也要备货 所以那个价格的谈判权 绝对不在我们身上 更何况这本身就是一个商业条款 商业条款的话 就必须要保密的义务 否则以后你是到不了货 你是买不到货 然后刚刚所有在透过立法院的 决议过程当中 就像刚刚那个 那个近平讲的 说国民党确实是有提过几个决案 民党也没有挡他 但是前提是什么 到货之后再进行公布 那目前也还没有完全到货 讲白脸是目前还没有到货 所以这种情况底下 民党基本上在这个部分 都非常的坦然 成立调业小组 也就是成立调业小组 那个通过了决议就照决议 就照这样走 而且有除外条款 也是都有除外条款 确实我同意近平 他所讲的 这个议题再弄下去 其实对陈时中是不好了 没有错 但是那个断点在哪边断 也没有办 目前为止 老师说我个人来看 也不晓得在哪边断点会比较好 至少讲话 他善用他的一个优势 就是他有两种优势 一种候选的优势 一种是一个他立委的优势 他有切换两个舞台的空间 他一下子变成市长候选 另外一个部分 他又变成这一个立委 到立委的时候 他又形成焦点 昨天的场子是怎样 讲完他讲完之后 后面苏小组跟着讲 后面就完全都没有他的镜头了 记者完全都不同意了 所以这种情况底下 我同意在绿营的部分 确实是要赶快把它断掉 但是怎么断 重启调查 是我们基本上应该要有的态度 好 但接下来被子依说 是记忆力不好吗 怎么台北陈伯会花了多少钱 居然忘记了呢 议员踢爆说 开销破一黄三三 呛瞎说 请拿出证据来 结果现在证据拿出来了 发现还是一张首预而已 首预就可以决定预算吗 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台北陈伯会居然动用到了第二预 被已经花了上亿元 结果现在呢 简舒培再爆料说 黄珊珊拿了这张首预 预算呢 居然完成了陈伯会的费用 带你快来看 武党籍台北市长候选 黄珊珊端政策牛肉 大谈文化艺术 不过在此副市长前 北市闸上议员办的城市博览会 动用第二预备金 惹争议 如今议员再度爆料 去年10月4号 黄珊珊亲笔纸条 上头写着市长指示 筹备2022台北城市博览会 由颜考会规划900万的设计费用 并动之第二预备金 上签市长 预计明年6月到8月间办理 对此简舒培 秀出市府公文 110年10月4号 上头新出写着 黄珊珊前副市长首预交办 颜考会着手预 你建议草案 10月14号市长是决议 他批评这张900万元 甚至动用第二预备金的首预 根本不顾预算编列程序 要先有计划才有预算 结果台北市的陈伯 是先有黄珊珊的首预 才有规划预算 我们是先讨论 讨论完之后市长才是 才是我就像 我来写一个条子给颜考会 这个条子之后 就会有全部的功能 这张纸条是我写的 我还写了几百张纸条 我写的我负责 黄珊珊强调自己写的 自己负责但动辄上议员的 城市博览会 议员批评是黄珊珊毕业展 更是选战起手势 不仅动了第二预备金 更被议员质疑藏预算 规避审查 对于台北市的预算 黄珊珊开心用 写两三个字就有一笔钱 真的台北市政府 变成柯文哲 跟黄珊珊的竞选总部吗 过去柯市府 引引为傲的财政纪律 随着黄珊珊手谕曝光 动之预算有无意义 黄珊珊可不是一句 被刻意扭曲 就说的过去 三年轻人黄欣诚 日文台北报道 哇我写的我负责 这句话很有尬词 那不就是认了吗 我们要请教十七节 因为大家知道吗 这个编列预算是这样子 先有计划才有预算 那没有想到现在居然是有手谕 就直接拿出 变出预算来了吗 好这张手谕也曝光了 包括这个苏培就说了 你看哦 要办城市博览会 动用了第二玉背金 里面写着 还有黄珊珊的亲笔签名 前苏培就说 哇难道你是皇帝吗 现在还用手谕这个字哦 这一张就是 他被放大的这个手谕嘛 就是黄珊珊自己写的 很多人都说 黄珊珊的字体还蛮美的 好那不是重点 重点就是说 这个已经决定了 这个 有颜考会编列规划设计费用900万元 动之第二玉背金上千市长 明年的6月8号办理 黄珊珊 时间是2021年的10月 我觉得这有几个问题啦 第一个是说 如果你2021年就决定 2022年要办这个博览会的话 你其实就按照规章程序 去编列预算嘛 你怎么会直接指定说 我跟你讲 那个就用哪边哪边的钱 那所以黄珊珊今天的第一次的 暗中出贡啦 他第一次的讲法是说 这个是内部讨论的啊 决议的啊 然后报告上签给市长啊 市长决定的 如果真的是有经过内部讨论的话 不会在台北市政府的 阵风处调查的同时 公务员特别贡出了这一条 叫做副市长的手艺 对 这是公务员要自保嘛 因为我因为长官交扮我 所以我就对对对 我把这些东西全部都讲出来 因为如果是内部开会讨论的话 公务员就说 因为经过我们哪一天的 第几次哪边哪个局处的会议讨论 做出了一个要办成博的决议 那这不是打脸黄珊珊吗 黄珊珊说他们一定是开过会啊 没想到没有耶 对 一张手艺就可以 那不是打脸自己吗 所以黄珊珊就是说谎嘛 他们看起来是没有经过内部讨论的啊 看起来就是柯文哲跟黄珊珊两个人 讲好了觉得啊这个 看起来是要在这个选举前卸任 快卸任那个时候 花第二玉杯金来办一个卸任的博览会嘛 来可以帮忙助选 所以黄珊珊其实是在说谎 然后你现在还表现出啊我来扛 那你就好好扛啊 如果是真的按照既定的程序 都已经内部沟通讨论过 那所以其实各个局处就应该开始规划啦 预算都应该在编列啦 结果你花了一亿以上的钱 办了多少 十万人去看哦 那么少的人去看被大家笑到破头 十万五千人 你这样磕粉会黑你 好少了五千人不好意思 算你十万人